老字號新國潮、老字號高質量發展研討會 其展覽會今日舉行 廣州老字號數字博物館議期正式上線 一齊看看老字號如何迎合潮流 變成新網紅 你知是報答 拿著國潮消費趨勢 一批老字號搖身一變 成為了新消費市場的網紅 作為百年中華老字號品牌 近年來黃老吉在產品的包裝上大做文章 令老字號的品牌形象增加了時尚氣息 收獲了更多的年輕群體 為了適應年輕人的這麼一個需求 推出了百家性罐 同時我們跟電競進行一個組合 推出了很多遊戲罐和動漫罐 這些也是讓我們的老字號 換發了新活力 廣州老字號數字博物館議期 今天也是正式上戰 這個數字博物館是全國首個 沉浸式體驗式和互動式的線上博物館 裏面就有比如老字號品牌地圖等的功能 可以實現全天候24小時的全國展演和品牌推廣等的功能 作為千年雙都 廣州的老字號家底豐厚 廣州市族國企是廣州老字號的大本營 一共有83個老字號 其中中華老字號29個 嶺南雙類旗下老字號廣州賓館 曾經被譽為中華第一樓 2019年廣州賓館在保留原有建築風韻的基礎上 以秀化功夫升級改造 有力推動了傳統酒店產業向現代化服務業轉型 這個案例被評為廣州國企老字號十大事件之一 廣州電視記者李子一報導